新学年开课,慈激之工走入陪伙小学向全体师生宣导环保教育 借此希望从小灌输孩子环保理念,落实在校园及日常生活中 当我们在校内也会推行一些环保 孩子们在班上做一些分类的垃圾 除了在这个5R方面 还有一很重要就是孩子们要懂得爱惜这些食物 平时在周会上也会一直在灌输环保的重要 包括我们在学校的水、电 一直在不停地叮咛孩子们 希望未来的这些接班人 能继续地把环保的意识灌输在每一个孩子的小小心灵 希望未来会更好 我们都知道慈激在环保方面 这个努力是有目共睹 让这个环保的种子在我们培华 这个萌芽、榨根、生活中小事做起 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影响大家 让我们下一代有更好的、更清洁的地球 带动环保手语 基于环保讲座 向师生分享环保实践方法 期许学生能把环保爱地球的理念伸直心中 我就会少一点用塑料袋 要出去夜市买东西的时候就要自己带饭盒 避免污染环境 老师给我们做到的练习体育纸张 老师改了后没有用了我会拿去环保 用完了书啊还是纸张啊 都会放进然后环保箱里面 衣服啊、校服啊、书包啊 是花样不能再修啊才会换过 如果能用的话就继续用哦 虔诚祈祷 捧着爱心香 学生纷纷捐出自己的零用钱 替灾民尽一份力 我们也应该付出一个小小的心意哦 让小孩子他们觉得 其实啊 就在这个地球上啊 要牵上一个爱哦 管肤色啊 或者是民族啊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他们从小观输啊 就是要付出爱给全世界的人 一点一滴的心意 与祝福小钱行大山的爱心 把爱送到土耳其 大爱新闻王哲卫 王素月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五次白氏 我希望你来一份儿 一份儿 我们就会准备完 不允设 这是我们的一份儿 画面也有了 温暖 因此 我们要来看